情 人 人 節 節 乖 樂 樂 那是1 2 3 4 5 情 樂 OK 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來到Ivy的微醺酒館 花刀七分 酒之微醺 讓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靜姐 Ivy Ivy 玫瑰酒是用玫瑰釀的嗎? 那我問你 老婆餅裡面有老婆嗎? 魚香肉絲裡面有魚嗎? 錢包裡面就會有錢嗎? 沒有 所以玫瑰葡萄酒裡面 沒有玫瑰 哈囉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館 七夕馬上就到了 沒有什麼可以比這種 爛漫玫瑰色更加適合七夕的葡萄酒了 看完今天的節目 你到那天約會就可以吹噓一把了 血轉 那在這裡先祝大家七夕節快樂 這期節目要看到最後 我有一個大福利 而且偷偷告訴你們 是大型的相親現場 這期呢我也會抽三位酒鬼 送給你們玫瑰葡萄酒 送給你們滿滿的愛 那今天呢就來說說喝桃紅 Rose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我們會來聊一聊桃紅是怎麼釀造的 以及今天我挑選了三個產區的Rose 來給大家做測評 大家就可以看這期視頻 根據自己的口味入坑了 話不多說 上酒 馬上起飛 那首先Rose是用什麼葡萄品種釀造的 一般來說所有的紅葡萄都可以拿來釀造Rose 大家會發現我們去市面上買 有一些Rose呢它顏色比較淡 有一些Rose它顏色是比較紅 所以這是取決於紅葡萄皮的厚度 比如說像臉皮薄的黑皮諾 看到的顏色就是我們這種淺淺的三文魚色 那如果用的是希拉那種臉皮比較厚的呢 就會是紅色啦 那我們來簡單講一下Rose的三個釀造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浸泡法 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Rose會是這種淺粉色 那其實就是他們把紅葡萄採摘了之後 放在缸子裡浸泡六個小時到三天 但是我們平時喝的紅葡萄酒 是會在缸裡連皮一起浸泡大概三周的時間 所以就會是深胡色 這個浸泡的時間越短 顏色就會越淺 那第二個方法呢叫做放學法 這怎麼聽起來那麼的殘忍 放學法叫Sunny 那放學法呢其實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一個釀造方式 很多人覺得放學法其實是用的葡萄酒的邊角料 那為什麼叫做邊角料呢 就是一開始我們在釀紅葡萄酒的時候 把那些多餘的粉紅色的汁水給排出來 然後進行單獨發酵把它做成Rose 那第三個方法就是混合法 其實這個並不多見 除了在法國香檳地區可以這麼做之外 其他地區很少用白葡萄去混釀一點點紅葡萄酒 那馬上開始我們今天的測評 我之前說過什麼 邊喝邊學才能學得下去 充飲的扣飲 那我們今天要測評的第一個產區是來自法國西南部的普羅旺斯 那想起普羅旺斯很多人就會想到薰衣草 但是其實普羅旺斯就是Rose的故鄉 Rose呢佔普羅旺斯所有葡萄酒產量的80% 而且大部分是被當地人給喝了 我感覺他們當地人的學業裡就流淌著Rose 我推薦看我視頻的酒鬼們 如果要入坑桃紅先從普羅旺斯走起 因為其實很難踩到坑 他們的性價比巨高 他們特別好的Rose 一般都不會超過100多塊錢 質量就已經非常非常的好 那普羅旺斯Rose的特點 它的顏色是這種淺淺的三文魚色 酸度是偏高 所以給你一種特別清爽的口腔的感覺 那我這裡有一個建議 就是建議大家買Rose的時候 要挑新一點的年份 比如說現在是2020年 你就挑2018或者2019的 因為Rose真的就是要趁新鮮喝 沒有人會想去喝一個舊年份的Rose 1982年的Rose你覺得能喝嗎 那我們來測評一下普羅旺斯的Rose 香氣上就水果味非常的重 好重的那種哈密瓜味檸檬味 還有一點點的香草跟草莓 非常不錯 就聞著就非常好 哇 哇塞這個酸度 現在外面是40度的高溫 我現在坐在家裡喝著這個Rose 我真的是人生贏家 酸度非常的高 我現在就有一點點想流口水 果味呢就是草莓味 還有哈密瓜味非常的重 這個入口還有一點點礦石的那個味道 這個酒滿分10分我給他打個7-8分吧 非常棒的一碗酒 大家入客一定要從普羅旺斯開始走起 絕對美景 那第二個產區我們要測評的秀是加州Napa 加州這邊生產很多的桃紅都非常的優秀 咦這酒標我覺得有點熟悉 我帶大家去見見他的釀酒師怎麼樣 趕緊走 我們就請到了 Look at this Sashi 的釀酒師Ardy 來跟我們一起品酒 所以我聽到很多人覺得Rose是一個好產品 我知道Rose是很流行的 但很多人都覺得很像像Rose 會是一個小鮮的小鮮嗎 或者是一個小鮮的小鮮嗎 我認為它是很美的小鮮的小鮮 但我認為比較多的 一些比較多的小鮮的小鮮 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會更多的擴充 你擴充當當它被拋棄了 而且你會有的意思 所以你會生產這些鮮的為Rose 你會壓著它為Rose 你會壓著它為Rose 你會拋棄它為Rose 而且小鮮的是你改變的 你會不會做Rose 我不會做Rose 但我不會做Rose 所以它是可以做Rose 非常美的 而且我相信 歷史上的世界 有美麗的小鮮的小鮮 但我擔心 我擔心它的質感 因為它的主要是 因為它的主要是 做Rose 所以我試試Rose 我愛它 它是非常美麗的 謝謝 謝謝 我覺得你會看到 這個新鮮的 美麗的 美麗的 還有很多的味道 有很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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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學習 所以你會告訴大家 情人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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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哇 那是一二三四五 對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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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們買了 Ros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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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有很多 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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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随随便便的突然就开始做 好 第二个 味道是什么我们要找一个好喝的 对 我喜欢一个美丽的 Rosé 我不喜欢一个很甜的 很富有的 因为我可以喝其他的 Rosé是红色 新鲜 鲜鲜 平衡 平衡 果汁 香味 酸味 我希望所有的东西 都能参加 我需要更多的 这些可以看出食物 这是什么我来找 我可以感觉到柠檬汁 有什么椽子 然后,叶子 这叶子,是叶子 水奶 这是最坏的 所以它是非常好用的 食物 这是这些酒鱼 所以,咱们,什么是你的最善性 和这种比较贴 它是比较蜈 Casciutto and Melon Casciutto and Melon 因為我現在有這些美麗的 Melon的味道 但我還有那種鹽的肉 那種濃郁的味道 那種濃郁的味道 我慶祝了 謝謝你 謝謝你 生日快樂 那最後我們要測評的是奧地利產區的 Rose 我一開始都不知道奧地利他們產Rose 畢竟呢它是一個非常小眾的地區 產的主要是白葡萄酒 所以我對這個希望很高 這是來自玩的 念不出來 Strolosk Globustador 而且這款是用我最最喜歡的 黑皮諾釀造 這款跟法國普羅旺斯那個非常不一樣 非常重的玫瑰花香味 花香重而且它帶有一點白胡椒 是有點辛辣的感覺 還帶有點檸檬櫻桃的味道 酸度也是偏高 但是它酒體偏渾厚一些 它酒精感比較強 在口裡真的有一點那種 胡椒的辣味 還帶有一些蜂蜜杏子的味道 但這個胡椒味非常的明顯 挺有意思的一款Rose 大家可以試試看 來自奧地利產區的Rose 平時喝Rose我建議大家 是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最佳的Rose溫度是6-8度 所以我一般放Rose都會直接放到冰箱 然後想喝的時候就拿出來喝 那看我們今天節目你最感興趣 或者最想入坑的是哪個產區的Rose呢 是法國普羅旺斯加州Napa還是奧地利 在空瓶上扣123走起 那今年七夕有情人呢 就趕緊把Rose安排起來 單身的話呢 要不我們來玩點好玩呢 在留言區下方留言你的性別 還有你的擇偶標準 美準在這個微醺酒館 我能湊成好幾對呢 也會在留言區抽三個留言了 你們擇偶標準的酒鬼 送給你們Rose和今年七夕 還有我的陪伴呢是吧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 點贊關注轉發 下次節目我們再見 美酒既是藝術也是生活 關注IVY的微醺酒館 帶你品味樂趣人生 下期節目我們再見